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三读通过的话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如果不过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我确实很不需要去他批评 观众美邮搞清楚 礼拜四只是这个议案要排第几个议案而已 跟过不过根本没有关系 因为临时会都还没有开怎么会过 对嘛 而且进入朝野协商最快最快 6月24号才会过 所以观众美邮啊 我们看一个什么分析啊分析好清楚 我看那些不用的分析 没用心的分析师 你如果不懂你就不要分析 你说不用好像在说没路用那种 不是没路 不用心啦 不用心 都这样道听途术 知道就知道 什么张辉打月辉 打得满天辉 其实黑白道 对吧 我们要给你分析是一定要正确的 观众美邮 这代表我们的专业 我们今天在这边跟你分析的事情 我们不是什么都懂 但是如果不懂的我没办法讲 我想这个才是我们在这边 给观众美邮 最认真最负责任的态度 对不对 对 那其实我要讲的不是说 正所税过不过或怎么样 我们在分析就是说 好 他6月24号 6月底是一定会过的 所以你知道 现在有一个利多在这边 我们在分析股票 不能说他过 当然这个是一个 很实质的一个利多在这边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我们真的要分析是 我们手中的股票 你赚首税有去 如果有过 他会去还是不去 这个才是重点嘛 对 如果你手中的股票 是没有本质 获利不好 然后营运不好 其实它涨一点点 我们这样讲的 抢个反弹又怎样 抢得到你要跑 抢不到你要跑 这不是我们要跑 我们要给你的 我们要给你的 就是说营收 获利会大幅度成长 或者说我们对一家公司 堆头到为我们 追踪他的股性辽肉指掌 对 我们不管他过 或者不过 我们都要带你赚钱 没错 那其实你会发现 在之前 证所税也 3月 一年多了嘛 到现在一年多了 没错 我们有因为证所税 少让你赚钱吗 你这样讲 有没有证所税 对我们来讲 根本没差 那 有证所税的时候 我们也没给你减贪啊 那不是 所以啊其实 讲真的证所税过不过 那是政府的事情啊 跟你没关系啊 你就是要赚钱 你就记住我这一句话 那当然啦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于说 你的股票 有没有未来啦 这个才是重点 你的股票如果没有未来 你敢问它破 敢问不出 然后呢 敢问了解 为了是什么 因为你看不懂 你的股票有未来 未来 未来会波段大涨 不了解它 所以基本上 逻辑很简单啦 可是各位朋友 你永远不会 懂得怎么样 去了解你的股票 那不是这样 老师啊 那什么生物墨水 怎么刚刚 没有本质的东西 我们不会讲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我们讲的就是要你了解你的股票 那观众我们看下去哦 今天 我最主要讲的两党股票 可乘连发科 都是跌的 我不会因为跌 不拿出来跟你讲 不会 可是观众朋友 你想想看哦 可乘今天跌 对我们有影响吗 对我们团队的会员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 那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拿出来跟你讲 就是要为了你好啦 希望你端午佳节 由我们陪伴你 让你赚钱 就是这样 那观众朋友 可乘啊 如果我接下来问你的问题 你答不出来的话 那我真的觉得你要小心一点 我真的觉得你要小心一点 你搞不好是赚钱的 现在 现在你搞不好是赚钱的 可是如果问你问题你答不出来 你可能会变赔钱 那当然我是出题老师 我当然有答案 说到这就好了 让我们看下去哦 可乘 创高169之后 连续12345 跟黑K棒 我问你第一个问题 目标价在哪里 老师啊我又不是法人我怎么会有目标价 那就 那就糟糕了啦 你就不知道就糟糕了嘛 好啦那第一个问题不知道来 修正还是走空 我问这一句话的时候我是问你哦 你不要说老师 中生老师可乘看空了 不要乱栽赃 但是呢观众朋友 这个问题你一定要有答案 可乘是修正还是走空 差别大不大 差别很大 可乘如果是走空的话 你早就该卖了 可乘如果是修正的话 拉回来你应该加码 老师为什么可乘是修正拉回来应该加码 那不然你套在上面什么时候要解套 所以这两个问题啊 你如果答不出来 那就更不用问第三个问题 套牢该怎么办 那观众朋友你有答案吗 老师 虽然我现在没有答案 但是我一定可以想得出答案 那你就慢慢想嘛 但是我又没有答案来 我们看这边哦 这是过去都讲过的啦 可称 1月7号151 我卖完之后大跌啦 跌到123 卖的有没有漂亮 你回答我这一句话就好了 再来 3月26号130加码 涨到1,6,9,3,3 这样有漂亮吗 简单讲过去我做可乘 不管我卖掉或是我接回来 每次都命中 就像测标上面告诉你叫包中 那观众朋友 那观众朋友你没有答案该怎么办 我就坐在这啦 那你找得到我很简单 那观众朋友 那可诚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联发科咧 联发科今天有利空哦 我一样第一句话问你目标价在哪里 联发科今天跌是 但是跟你有关系 如果你有联发科的话 是跟你有关系 不是跟我们会员有关系啊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我们有没有做什么动作 电视上不能公开讲 但是我就跟你保证一件事情 过去我们怎么303加码 325加码 330加码 一波大转到385 这个都是电视上公开跟你讲的哦 都是我做完动作马上跟你讲 我们怎么转上来 那我告诉你 这一段不管是修正 还是走空 我的会员照样要大转 全市场只有我们团队敢讲这句话 那观众有问题来了啦 利空怎么解读 不并诚心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啊 就是你会赔钱而已啦 所以 现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嘛 如果你手中有可乘联发科 你面前有两条路 一条是你自己做 老师讲什么要听听就好了 修正 走跌不知道没关系 那观众朋友你可能会 这一条路赔钱的 可能就是你在走 但是我们带会员我们走的是哪一条路 可乘怎么大赚 每次出手每次赚钱 联发科怎么303 325 330一路加码上来 我们带会员走的就是赚钱这条路 那你想赚的来 包重 你看我们可乘联发科是不是每次都重 叫做包重 想跟我们赚法人股三党 三党哦 三党法人股即将要发动的 我请客啦 要帮你就好人做到底 我请你啦 全市场只有我们做得到 有兴趣的 跟上我们的脚步 时间关系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好 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份梦想清单 江汇的梦想清单很简单 长阳大自然 甜甜山海和汤 竹尾捷运战前 水汉第一排 原历水济园 我是江汇 我在水济园 第一手资讯 你见在亚洲头顾手机APP 资讯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超越大函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顾 亚洲头顾 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2578-3777 02-2578-3777 02-2578-3777 亚洲头顾 02-2578-3777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顾 10年后的灵口 就是现在的温哥华 温度 空气 高不求差 它 就是一个浪漫的城市 每一次呢 我们到国家一号院 这都是一种 兴奋 在我的建筑的领域里面呢 最感动 而且最伟大的一栋建筑 林口第一号宅 国家一号圆 互赏人来了 民口发了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其实今天 这大盘震荡幅度比较剧烈 那有会员打电话来说 老师啊 做你们的股票 真的很厉害 但是也很害怕 没错 为什么 因为 涨到被 又被分盘 这实在是命运多船 但是呢 问他说 那你喜不喜欢做这样的股票 他说老师啊 这阳城做起来 真的很舒服 因为贪很多嘛 对啊 所以 接下来这些股票怎么走 赶快请教江老师 好的 那么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 首先在这边我先祝福 所有这个观众朋友 端午节快乐 来 吃肉掌 这四个粽子啦 上和一下 包粽 端午节啊 大家都会包个粽子 那粽子好不好吃 一定是 当然也不要吃太多啦 因为 最后要自己包哦 因为最近外面什么黑心的粽子一堆啊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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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过期的 然后有一些加什么原料的 看到我现在吃东西都很害怕 但是呢 我们讲说端午节啊 包粽子啊 就我们这样做股票就是要包粽啦 我们取那个 什么叫做包粽啊 就是说第一个低档我要跟你讲 然后掌停板我要给你 其实在股票市场里面 现在大家在担心正所税 现在大家在跟你讲说端午节会不会变盘 我说你都不用怕 因为端午节变盘什么会变盘 然后有什么暑下 然后五穷六绝 我跟你讲台股以前的分析已经都不用了啦 你如果说一个分析室 现在在说的又在说那些东西 那不可能太多了啦 我要跟你讲真的是这样啊 因为时代不一样环境不一样 你说我们现在的指数来啦 我们来看啦 今天大盘跌了44点 有没有 你看上市涨停有10加 上会涨停有31加 那你分析这个指数跟这个个股又有什么关系 好我们再来看跌44点 上市涨停的295加 跌的497加 那你分析这个大盘 难道这些股票就全部都跌吗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所以现在在分析啊 已经跟完全都不一样 你重要的来讲 你看我们的电视就不可能是在做基础的 你把指数也是当作是一档个股 这样就够了 重点是一支股票你要知道 比如说在6月7号的时候 然后我们直接跟你讲 红硕会不会东山再起 那么这一档个股啊 请来观众我们再来看今天啊 昨天跳空涨停 今天一开盘涨停 然后这样 尾盘啊 因为大盘不利稍稍跌下来 有没有关系 老师他又去买了 你要关心的是他的目标价在哪里嘛 如果说你说老师我有看你的股票去买 贪一顿顿顿我就跑了 那我恭喜你 你继续看电视就好 你不用参加我的会员 你继续看电视就好了 但是老师我以前也是同样啊 他这一支股票在74块涨到340的时候 你也是贪一顿顿顿就跑了 你难道不想说我从70几块从80几块 从100块从200块可以赚到340的吗 你难道每次都赚一点点你就要跑了吗 你今天如果跑掉了 我敢来你保证 你每次都赚一点点啊 就跑了 我在这边也看断言 你如果这样做的 你这四人都没有带过破断行情 也就是说你在股市里面你永远是一个输家 你要的是说这一档公司会不会东山再起 然后他的目标价在哪里啊 这一波你来看去年的10月23 从74块一路涨到340 你有没有赚到这个大波段 这个才是重点嘛 老师端午节高啊 会不会变盘我不知道 我只是跟你讲说 他的目标价在哪里我知道 我要跟你讲的是这样 但是他的目标价在哪里 我又不能讲出来 你要不要赚一个大很大很大的波段 这个才是重点嘛 观众朋友 其实很多股票啊你来看啊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营收 你看这个营收 这一路这样成长大幅度成长上来的公司 结束了没有 他结束的信号是什么 这个才是你目前在这边要观察的一个重点 如果台积电今天去开 股东会来说他的业绩会一路一路好 好到明年好到后年 那你觉得他结束了吗 所以你如果要赚一个大波段的 你才过来 包括这一档也一样啊 阳城 6月7号跌停板哦 尾盘虽然说差一点点跌停 我们跟你讲说他目标价在哪里 结果我们讲了之后 昨天掌停板今天怎样 今天这个时代是真可憐啊 被人家分盘还要收足款券 20分钟才新高一次 但是你给他看哦 他20分钟成交一次 他的股价没有跌停一跤所到底哦 尾盘还稍稍拉上来哦 他是强还是弱 你跟我讲这句话就好 那因为他被分盘是10天啊 所以这9天哦 我尽量不要去分析他啦 你不要有个主管机关说 你分析那个股票 那已经去用分盘 人家已经提醒你注意了 你还要叫人家去买 或者怎么样 所以这几天 我会稍稍啊 稍微带过就好 因为你知道 因为我知道像这样的公司啊 你给他看涨了这个一个大波段 其实是真的起来很强的啦 但是你说他股价强不强 你手中有这个股票你会不会怕 你很高兴啊 你如果是股票我会这样说的 老师我股票真的 做股票不能贪到那么多钱呢 你这样想就好了嘛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业绩 但是因为他被警示 所以我跟你讲呢 你手中有持股的 因为啊 我会比较少分析 你如果说不晓得要怎么操作的 我也没办法 因为这个主管机关也有啊 跟我们这个样的一个规定 所以观众朋友 这支股票你如果要做 他什么时候会再出现一个很好的买点 那我当然会知道啊 我可以掌握他从四十几块 这边一路这样涨上来 我到现在还不放手耶 对不对 但是因为被警示 所以说你如果要分析这一档股票 不晓得怎么样操作的 就跟上我们的行列就对了 那么另外这一档股票 代号6164的华欣 5月的获利已经出来了啦 先来观众朋友 你给他看啊 他5月赚0.72啦 你给他看喔 他1月在这边赚0.14 前2月赚0.15 然后前3月赚0.31 前4月赚0.49 前5月赚0.72 第二 观众朋友你去选这国际出给我看 每个月10号 就给你公布他上一个月的获利 除了金融股之外 上市贵公司有多贵金 第二个你给他看 这个获利除了2月份啦 你2月份是什么 2月份的贵妮嘛 大家也知道我们农历春节嘛 营收稍稍衰退之外 你给他看 他一路这样涨上来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公司吗 看他的营收 你有没有 从3月4月5月 这样一路成长上来 然后现在跟你讲说 他要一路成长到第三期 跟你讲说 他现在有4家大公司喔 预出他的营收才多少 2%而已 很多人说老师这2%而已 那别人去买啦 那是观众朋友你知道的喔 如果这4家大公司 他的低温照明的 比他目前手中的客户 包括IR 包括百事可乐 包括可口可乐 他的订单量都比他大 那现在预注他的营 占他的营收只有2% 你要很高兴啊 老师这未来成长幅度有多大啊 下半年就要开始出货了 然后你觉得呢 这一种财务很透明 然后毛利率大幅度提升 然后获利每个月每个月要成长 你会不会担心说有正所税什么样 你会不会担心说啊 短五节变盘 你要担心他跌的不过多 你不可以全部重压进去啊 难道不是这样吗 你要买的股票难道不是这种 业绩很好 获利很好的吗 我们还掌握他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一个 下半年会大幅度成长的一个秘密武器 到底是什么 我们会员才会知道 在这边啊 我们也不会讲太多 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这些股票 你看看 低档 我们都完全命中了 这有命中吗 低档喔 命中 低档 低档 命中 低档 命中 所以说的啊 已经贪三期掌停板起来了 所以观众朋友 在这个端午节 大家在包纵包纵的时候 在我们包纵子的同时 我们想说 郭平我们也是要包纵 我们要去押的股票 就是要怎么样 就是我们押进去就要涨 低档完全命中 然后掌停板 也让我们完全命中 所以说在这一个端午节的前夕啊 赶你啦 我买三个这个粽子 请你啦 三档 我认为下半年最好最基优的股票 我们就免会送给你 三档 我请客啦 我请客啦 我请客就是我赶你嘛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你看看我们低档可以完全命中 然后呢 我们给你命中的 都是赚他一个大波段的 因为我们给你 都是里面食材最好 我们给你 都是里面啦 我们包装 完转完转 都是经过我们 我跟董事 两次 中贞老师啊 两个精心 选出来的股票 对 你要在这个端午节 你要去想 不管它变不变盘 这个都不在我的考虑里面 不管正所税 它过不过 也完全不在我的考虑里面 我要给你 就是给你最好的 在端午节包纵 看到请客喔 三档我请客 要就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不要说端午节过了 老师你还欠我了 要欠我了 我也没有粽子 吃了 粽子都用了 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那么 礼拜四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呼吸 让氧气变成二氧化碳 呼吸 让二氧化碳还原成氧气 守顾一个梦 一份信息 一种态度 种子注入大地 树苗从容不迫地长大 让地球继续 用力呼吸 杰明简单爱台湾 大家一起来 第一手资讯 建在亚洲头部手机APP 资讯电话02-2578-3777 2578-3777 超越大凡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顾 亚洲头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接电话02-2578-3777 2578-3777 02-2578-3777 亚洲头顾 2578-3777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顾 奇怪 不过要吃 我都不过要洗 看来 它洗不洗不完 鸡就像在放水了 包装不要哭 不过要洗 如果你困了 你还用不过来 你每天忙来忙去 都忘了照顾自己 我当然要按时帮你缴国民年金 你是不是有保障 而且现在自己只要缴60% 保障就有100% 高显坦进入保障的40% 不太狗了 整天躺你去了最大心 国民年金轻松缴 终身保障不会少